劳拉理查德森 中将将成为美国陆军司令部新医院指挥官 周26日,美国陆军司令部发布推文称 罗宝特·埃博拉姆斯上将将辞取美国陆军司令部司令一职 并解替波鲁克斯处任新任主韩美军司令 自1986年以来,理查德森一直在美国陆军服役 并于2012年成为号称美国第一部队的美国第一骑兵师的副指挥官 据美国陆军报道,2017年,理查德森在北卡罗莱纳州布拉格岛 被任命为陆军司令部副司令,又成为了埃博拉姆斯的副手 CNN评论指出,理查德森作为陆军司令部副司令 已经打破过一次美军制度中的天花板 而这一次接替埃博拉姆斯出任陆军司令部司令 将再一次打破天花板 在理查德森的职业生涯中 他还曾担任过陆军飞行员 副总统军事助理 及陆军驻美国参议院的联络官 陆军部队司令部位于北卡罗莱纳州 是美军最大的司令部 下下776000名士兵和96000名文职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weg 峰 避ako 蕃 Otherwise! 我们下期待击 forget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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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